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大家好 我是安宁 我们在上周学习了三行和他行 我们把学过的假名对照评价名的表念一遍 对照评价名的表再念一遍 今天我们学习那行 我们来看一下假名的字形 那的评价名起源于汉字奈良的奈 把奈写成了草书 片假名的那更加简化 就是大小的大去掉了右边的一那 需要注意的是 那和他容易混淆 那起源于奈 而他起源于太 记住汉字就比较容易识别了 我们学习第一个单词 中 中 中 汉字是中间的中 意思是中间 从翻译联想就是在那里边夹着 那是那个的那 か是天家的家 也是家子的家 那里夹着 就是中间 据说日本人的姓氏中 最多的是田中 就是 田中 它是田的迅读 日本女性的名字里 最多的就是九美子 就像60后 中国女子的名字里常用红 男孩子的名字里常用君一样 比较有时代感 我认识的人里边有13个 田中九美子 而子 在现代日语里边多用于女孩子的名字 什么 箱子 柜子 盒子 勺子 等等 用汉语读的时候 子可不能发生轻音啊 那和子 构成了 那子 那子 不是 子 也不是粗 是 子 子 子 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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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那么次热 也就是夏天 汉字写成夏天的夏 还记得热怎么说吗 叫啊 刺痛 暑い 暑い 夏 夏 夏 据说茄子是夏天生产的 所以跟夏天的发音非常接近 叫做 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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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从杨历的8月1日到8月15日 是祭祀祖先的节日 叫做鱼兰盆节 因为祖先会在这个时期回到家中 所以呢 就用黄瓜做成了飞奔的马一样 快快地回来呀 而鱼兰盆节过后 祖先还要回去 所以就用茄子做成慢慢走的牛 比喻非常舍不得的心情 在我们国家吃梨的时候 是不能用刀切成一半分给对方的 因为谐音叫做分离 在日本 家里的院子里边 一般都不种梨树 因为梨在日语的发音是 那西 那西 就是没有或者失去的意思 也是因为谐音而感觉到不吉利 其实梨在日本的古代 主要是长的压力为主 所以发音叫做那么细 那么细长 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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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学习你 你的评价名起源于汉字仁词的人 把人写得更加圆润 片甲名你起源于1234的2 写法跟2一样 日语的数字2就叫做ni 而数字1就叫做一七 一七 一七 跑步的时候我们说一二一 日语就是一七尼 一七尼 也就是说它声调有一定的变化 一七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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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 一七尼 一七尼 尼 尼 那和尼组成了 那尼 那尼 汉字写何时何处的和 意思是什么 那尼 就是 哪个呢 哪个尼 那尼 哪尼 我们看日记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听到这个词 单独使用的时候 要降下来 再升上去 叫做 哪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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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读成 哪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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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我们在看日记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听到 哪尼 哪尼 就是感觉到有点 别扭 左右发的太大了 所以呢 他要 嘴稍微闭一些 降下来 再升上去 哪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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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语里面说话 有语气的区分 其中一类就是 关系的远近 关系近的 就用随便的说法 关系远的 就需要用礼貌的说法 而 哪尼 单独使用的时候 就是随便的说法 只能跟亲近的人说 哪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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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单词叫做 加尼 就是 卡尼 意思是螃蟹 螃蟹的钳子就是 加尼 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都去 蟹道乐 叫做 加尼 堂落 加尼 堂落 加尼堂落 是日本吃螃蟹的老字号了 但是前一阵子 新闻里面说 日本的螃蟹产量 在逐年减少 以后 加尼堂落 可能会面临经营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赶紧去吃啊 吃卡尼的时候 要蘸醋 这个醋 就叫蟹醋 叫做 卡尼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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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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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的意思 所以醋 就叫做 酥 酥 酥 但是一般用礼貌的说法 有一个表示礼貌的说法的假名 就是加在名词的前面 写汉字就是玉 就像古代把皇宫里的大夫 称作玉衣一样 玉有两个发音 其中一个 就是 阿 伊 乌 阿 的 哦 加在名词的前面 就会感觉到比较文雅 所以 醋 叫 哦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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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哦酥 哦酥 要这样读 哦酥 卡尼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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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学习 努 努的评暂名 起源于 努仆的努 写法更加简单和圆润 偏甲名努 就像是奴仆的奴的右边的这个右 但是 把向右的一匹 写成了一个 点 一个奴仆 就是狗 犬 犬 犬 每天都在 每天都在 每天都在东京的色谷站前等候主人回家 现在 东京色谷站前面的八宫巷 也变成了人们互相等候的地方 有关的电影 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 而奴仆 奴仆 奴仆 就是主人 叫做 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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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 米康 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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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就是康 就好像作为文字的假名 采用了汉字的一部分一样 发音也有很多都是采用了汉语发音的一部分 奴就是奴 NU 是汉语的如 也就是RU 如的发音 因为日语里面没有R的发音 所以R就变成了N R对日本人来说听起来不太清楚 所以就采用了同样有着听不清楚的鼻音的N 这个N来替代 RU的意思是湿润的湿 NU的意思 就是湿 Ka是康 日语的米康就叫做NUKA NUKA NUKA 日本呢也有泡菜 或者是咸菜 但是因为日本人喜欢清淡的口味 最常见的就是用米康腌制 曾经听说 一家饭店是不是好吃 不是看大菜做的如何 而是要看细节 所以咸菜好吃 才是真正好的饭店 NUKA NUKA 就是米康 NUKA 下面学NUKA 平甲名NUKA 像是把NU的左半部分写成了一个木头的木一样 平甲名的NUKA 就是汉字祈祷的起的左边 平甲名NUKA 和平甲名NUKA 特别容易混淆 只要记住NUKA 的汉字是奴隶的奴 那另一个就是NE 我们学过E的意思 有好 或者行了 不要了 记着单独使用E的时候 就是不要了 如果想说好 就要加一个感叹词 NE 就像是中文的A 就是好啊 行啊 可以啊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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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单词是宁紧 日语叫NEJI NEJI 意思是发条 螺丝钉 想象一下发条和螺丝钉 是不是都要宁紧 NEJI 从翻译上看 NE有汉语的 拧 扭 拧 的意思 NEJI NEJI 下面NO这个甲名 我们太熟悉了 会经常看到 意思是得 NO的评价名 像是一个开口的圆圈 片甲名NO 就写成了一个品 NO是名词和名词之间的注词 注词我们今天第一次听到 就好像是英语里的介词 注词是帮助名词拆开 比如京都大学和京都的大学 那么 DE就是 就是把京都和大学拆开的注词 下面我们要学的词是 KONO SONO ANO KONO的意思是这个 SONO和ANO的意思是那个 KO是词 也就是这 KONO就相当于一个加号 也就是说 KONO是名词 后面还要接一个名词的时候 中间加上了注词 NO 所以KONO是J NO就可以随着后面的名词来翻译 比如这个东西的歌 这把椅子的把 这张桌子的章 这只螃蟹的支等等 SONO 是一个人知道的 ANO 是更远的 或者是双方都知道的 这只螃蟹 KONO KA NI KONO KA NI 那只螃蟹 SONO KA NI SONO KA NI 离咱们两个都远的那只螃蟹 或者说咱们两个人都吃过的那只螃蟹 就是 ANO KA NI ANO KA NI ANO KA NI KONO KA NI SONO KA NI ANO KA NI 翻译的时候声调不要有太大的起伏 不要读成 KONO KA NI ANO KA NI SONO KA NI 要读成一种平调 平和的 和的语言吗 KONO KA NI SONO KA NI ANO KA NI 我们再来念一遍 NAHANG NA NI NU NE NO 下面学习HAHANG HA HI FU HE HO HA HI FU HE HO FU FU 不是FU FU 是FU FU HA的评价名 起源汉字是波浪的波 写成了草书 偏假名的HA起源于八面玲珑的疤 写法和八一样 只是笔画不能弯 要直 HA的意思是 HA HA 引申为 FA FUN NA的意思是 NAH的那 出气的那个 就是鼻子 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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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发音一样的 是花朵的花 HANA HANA HA 就是汉语里面花的发音 NA 是那个 所以鼻子和花 发音是一样的 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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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是HAKO HA的意思是放 KO是小 或者地方 HAKO 放东西的意思是 盒子 箱子 H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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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附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和泡温泉的地方就是香根 那里有一个湖叫做炉之湖 去香根的时候要坐电车到汤本 香根汤本 因为香根树木茂盛 那里的特产就是 继木细工 继木的意思是把木头放到一起 细工的意思是工艺品 从这张照片就能看得出来 是把很多不同颜色的木头 切成不同的形状 然后拼起来 贴在盒子等物品上作为装饰 我在20年前收到过这样的礼物 但是感觉不是特别好看 我觉得挺土的 后来才知道 季木细工非常有名 而且是体现了日本的这种自然的美 古朴的美 所以后来才觉得 哦 原来我才是那个挺土的呢 所以见识 见识见识 见过才能识啊 香根就叫做 所以是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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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根长在泥土里 所以根的翻译就用了根泥 这个泥在同一行里的根 根叫做 这张照片就是炉之湖 去香根的时候 很多人还顺便去一个非常大的澳来 叫做御殿厂澳来 在那里可以看到富士山 香根和御殿厂都在日本的神奈川县 下面的单词是 哈是土气 空是方向 哈的意思是土 土气的土 也是土如新生的土 同样表示土如新生的 还有说话 我们学习的是名词 哈 那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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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是发 是放 那 是那 西是学习的习 引申为做事的做 哈 那 西 它的字面解释就是发话 哈 那西的汉语的意思是说话的话 动词就是说话 日语叫做哈 那 死 哈 那 死 哈 那 死 那 死 今后我们还会学到名词和动词 话 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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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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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用一个 就是放 放开放声放手放弃等等的意思 所以 有说话和放的意思 哈就是放 下面学习 习 习的评价名就是把英文字母V 看这张照片 说日本最低矮的山是在四国岛的德岛县的变天山 日本有一都 东京都 二府 大阪府和京都府 还有43个县 日本从面积大小来分 主要分成本州岛 北海道 九州 四国 四个大的岛屿 九州就是浮光县所在的岛 四国是德岛 爱原 高知 香川四个县 日本最著名的毛巾的生产地 就是 爱原县的金质 因为那里的水质非常好 所以生产的毛巾非常柔软 起的名字也很好听 什么白云呀 泡沫呀 下一个单词是 ひ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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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拉 弹 碗 碾碎的碾 根据字形 ひ 是低矮的低 く 是方向 ひ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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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咖啡豆的摩 就叫做 ひく ひく 因为要去拉 摩咖啡的这个机器的 这个瓣 所以叫做拉 ひく ひく 囤碗肉的意思呢 就是猪肉馅 囤是猪 夹猪 碗是脚 碗肉就是脚出来的肉 就是肉馅 你下次去超市的时候 可以问一下 请问 有囤碗肉吗 估计回答说 不要囤下一碗肉 慢慢吃一碗肉吧 虽然都用汉字 意思还真是千差万别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 里边就在翻译食品的时候 没有那么用心 它直接都是按着音来翻的 所以 就是说 哎呀我昨天吃了一个梅龙瓜 我当时我就想梅龙瓜是什么东西 哦 才明白原来是英语的 梅龙 所以梅龙瓜的意思呢 梅龙 就是 哈米瓜 然后我第二天就去了 超市 我就问 有梅龙瓜吗 有梅龙瓜吗 问的所有的人的回答都是没有 所以全日语不仅要学翻译 还要知道汉字的意思是有区别的 下一个单词是 ひ ど い ひどい 这两个点呢 来表示的是 灼音 我们今后会学到 ひど的意思呢 是飞到 也就是非常的路途 一是形容词 ひどい是贬义词 意思是语言表达和行为举止 是过分的 过分的 病情厉害的 ひどい 诶我说你怎么这样说我呀 他真过分 太过分了 ひど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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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过分啊 ひどい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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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学习 呼 呼 呼 起源于汉字 不 评价名的写法更加简单和圆润 片价名的呼 是不的一部分 还要连笔 它的罗马字的表达是 HU 所以读成 呼 而不是 呼 呼 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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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吹 呼 呼 呼是吹 吹气 加上表示方向的 呼 就是动词吹 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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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发音的时候 稍微一点别扭 因为我们 总是会发成 呼呼 感觉的痛快 感觉的有力气 但是 毕竟我们学的是日语 所以还是要用吹气 这种感觉来去读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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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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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牛在日语里边 就叫做吹法罗 呼 呼 呼 下一个单词是 呼 卡 以 意思是深的 呼 是富有的富 卡 是添加的家 呼 卡 就是富家 一 是形容词 呼 卡 以 就是深的 福开 福开 富家 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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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 都营地下铁 大江户县 它的六本木站 六本木这个车站 是东京都内最深的车站 在地面 42.3米以下 我们中国驻东京的总领事馆 就在六本木 六本木聚集了全世界顶级的品牌商店和饭店 我们国家的宫廷菜 历家菜 就在六本木 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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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的 下一个单词叫做富泰 也就是胖的 粗的 日语叫 太 我们知道 是特的意思 在这儿你就想成是泰 叫做富泰 富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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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的 粗的 富泰 下面 福西 缝隙 指的是竹子的一节一节 还有缝隙 间隔的意思 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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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缝隙 福西 福西 下面学 黑 黑的评价名和变价名 都像是上升后再降落的形状 所以黑表示下降 黑他 从发音上联想叫做害他 意思就是做得不好 还可以根据黑他的字形推测意思是向下 再加上下躺的躺的他 所以叫做做得不好 说得不好 写得不好 等等 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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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他在鲤语里面经常说成是 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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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臭 臭 叫做苦涩 叫 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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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臭 臭大分 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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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学习 火 火起源于汉字保险的宝 评价名写的简化 片价名的火 就像是木头的木 火和哈 容易混淆 火比哈要多一盒 火 火 就是火石 火的石头 就是天上的星星 下面 下面 火卡 火卡的意思是其他的 之外的 火的意思是获喜的获 卡是添加的家 再加上一个 其他的 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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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 之外的 我们知道櫻花是日本的代表花卉 也是日本的国花 那 其他的花用日语怎么说呢 就是 火卡 火卡 の花 降下来了吧 火卡 の 花 所以呢 就是在读这种比较短的词组的时候 要 保持一种 中间不能降下来的 这种高调 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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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椅子 火卡 の椅子 火卡 の椅子 火卡 の椅子 火卡 其他的药 火卡 の薬 你说老师 我太累了 我需要降下来 你就可以说 火卡 の薬 你也不能读成 火卡 の 苦 就是这个 苦啊 即便是 不是升得很高 但是也不能特别的降下来 形成了一种 起伏很大的 违反了平和的 这个语言的 这种 规矩的这么一种读法 火卡 の薬 火卡 の薬 其他的草 火卡 の草 火卡 の草 火卡 の草 好 那我们这周 每一个假名分辨还是写十遍 学过的单词也是照着五十音图分辨写五遍 多念 多听 在单词当中 记一假名 是最有效的方法 祝大家学习愉快 下次再见 大家辛苦了 お疲れ様でした 再见 さようなら 我听说 我害怕 我 主国 我 我 被你 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